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家伟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 兔年行大运 还有今天也是大年初期 就是我们俗称的人日 也祝大家人日快乐 其实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去年一整年每个月都会出一期视频 就是inspire you and me 就是挑一个话题 然后用英文的方式去表现出来 当然这个系列我觉得自身是比较满意的 尤其是三月短谈一些类似朋友的课题 就是要花费一些精力去想那个课题 还有找一些短短的影片来去穿插在影片其中 所以去年讲了一整年的英文 今年就想试一试用中文来讲 因为是自己比较熟悉的语言 不确定会不会困难 但我相信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我觉得我个人本身是有一点镜头恐惧症 所以其实看到镜头对着镜头讲话是会比较紧张 我私底下自言自语就是在路上散步的时候 自己讲话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通常也会用英文 就是因为英文不是我的低语言 它会比较困难 所以我其实是尽量都是自言自语 然后在脑袋里去做一些翻译 然后再把它讲出来 当然因为这也是我工作的时候很需要用到的英文 所以我其实一直都很困扰 不过也是一直尝试去讲 今天是第一期 其实就是延续去年的Xpire UMA 只是这次会以一个中文的形式来讲解 看一下会不会对这种镜头恐惧症 或者这种看对白的时候有点帮助 因为去年就是很专注的在看那个字幕 或者就是对白 结果导致那个眼神就是一直在电脑跟那个荧幕面前来回转换 我觉得本身也不是很好笑过 基于这第一期 我觉得我就会以这种新年新目标嘛 所以我其实新年一直都会设一个目标 就是设定一个目标 又讲到英文了 就会设定一个目标 晚年我都有设 就是其实只是让自己做一些平常都没有做过的事情 当然这也包括这个万年目标游泳 其实我一直一直都没有学会 就是因为我有所谓的空水症 就是我其实很怕水 今天的目标当然也是包括在这个游泳 当然还有找寻另一半 这个也是一个长期一个很头痛的问题 当然我今年的目标 其实我以前都只是设定目标 并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主题 或者所谓的这个愿景 今年我的愿景其实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更加勇敢 第二个就是更加健康 第三个就是更加快乐 其实在最近的这几年我其实发现自己的健康 不是一个该怎么说 就是已经不是在最巅峰的状态 就是身体常常会有一些不知所谓的病痛 所以其实健康已经变成了其中一个目标 但我把勇敢放在第一个是因为 我觉得我自己本身不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人 对于爱情我其实也是一直在原地踏步或者收入态度的一个状态 所以今天的目标更勇敢 第一个其实体现在两个方面 当然第一个就是所谓的爱情 不够勇敢追求跟不够勇敢去爱 当然其实有时候为了怎么说不吓跑别人 或者不要采取更激进的手法 这个求稳是一定是没有什么错的 不过其实过于求稳 其实也可能会错过一些潜在的因缘 所以我觉得本身在基于这一点方面 我觉得自己的那个心理状态要设为更加勇敢 当然第二个我想讲的就是改变现状 因为基于我在我自己的一个本身就是我比较是求稳再求好 就是在于事业在家庭在爱情就是 我有了过后我再慢慢把它变得更好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在一种不敢努力改变现况的一个那个状况 所以今年第一个目标就是更加勇敢 当然第二个更加健康 刚才已经说了嘛 就是因为我去年或者今年的最近这几年的一个身体状况不是太好 去年主要就是忽然间耳水不平衡 然后就是COVID-19 过后的一些后遗症像是头痛头晕或者喉咙痛 尤其是喉咙痛 我基本上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喉咙去年一整年 今年慢慢变好 我其实也蛮高兴的 所以健康其实要更加就是注意 当然就是要减重 还要多做运动 还要多吃青菜 因为去年的固存其实也变得很高 所以更加健康其实也是一个目标 第三个就是更加快乐 因为我其实去年一整年其实有快乐也有不快乐的时候 所以今年也会注意让自己 我们不求天天快乐 不求天天顺利 但我们其实就是要抓住每一个受过幸福的瞬间 注意一下改变自己的心态 其实小事小成就或者一些小成功也可以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所以基本上这就是我今年2023年的一整个就是大愿景 更勇敢更健康和更加快乐 谢谢大家